今天要介紹的就是你們的新派台叫做《歸後鳥》 雖然鼓後在這裏 但在編曲方面這次沒有鼓 因為這一首我們想做出一個很抒情的感覺 也非常舒服 雖然歌詞內容或看完MV 不同人有不同的感受 我就看到有點腰心 不如先講編曲 這次是找來穆子 一個新合作的朋友 對 穆子是一個我們很喜歡的indie的歌曲 他本身的情感很感動 玩的東西很有感覺 所以我覺得他很配合這首歌的題材 找了他合作 編了一個很好聽兩支吉他的duet 我一聽這首歌的時候 當然被吉他線吸引 大概LL多大約 4個巴掌 當時有個捷彈出來 給我感覺 這首琴聲在出位數的時候 我懷疑都經歷了很多選擇 因爲那首琴聲並非撈連儲 不過就是拉著你拉著你 都是穆子的選擇 這就不是 腰一腰你那種鋼琴聲 我都覺得很入心 很棒 他就是Sensor Acapella的Peace Low Peace BB 我們認識了很多年 知道彈琴是有一首 很懂得表達故事 當然他唱和音都非常好聽 你別以為Sensor Acapella只是用他們的聲音 其實他們玩樂器都可以 對 他們的音樂底其實很強 做這首歌的時候 或是甚麼引發你們要坐下來做一首《跪後鳥》 在若干年前 我突然間對環保議題有些感覺 有些想法 我寫了這首歌之後 我就跟Auntie聊天 我們可以怎樣寫一首歌呢 她就說不如用《跪後鳥》來做一個主題 因為現在地球不斷暖化 《跪後鳥》其實也不知道去哪裡砌身 所以就寫了這首歌 提醒我們可以留一個甚麼環境 給我們的下一代 但慢慢經過這麼多年的變遷之後 我們一邊唱 香港又變了一邊 再唱 香港又變得更多 到現在 人們就開始在想 究竟我們是不是《跪後鳥》呢 Yanny再說多一點 剛才好像希希剛才所說 歌曲可能原生的初衷是關於環保 但慢慢都因為隨著時間的洗禮 和我們的行程的改變 然後慢慢發現 其實香港現在很多事情 我們正在發生 其實我們自己都好像一個《跪後鳥》一樣 我們其實都是 我想提醒別人 其實你去找一個你喜歡和喜歡的棲息地 其實可能真的在你心裡 其實這是你與生俱來應該有的一個特質 所以好像《跪後鳥》一樣 《跪後鳥》一生出來就因應天氣 去找一個屬於她的棲息的地方 變得有點像我們現在的情況 我們很多時候都很想找一個舒服 我們喜歡的地方 不論我們繼續是我們現在的生活 還是我們覺得自己可以有更好的生活去改變 這也是你個人的選擇 我覺得我們就是因為修為環境的改變 從而我們的編曲上面 或者所有情感表達都會有 加上這些少許的感覺 所以有些粉絲或其他朋友 聽完就覺得聽完好像也有少許傷感 但有些人就會覺得有少許希望 所以其實那樣東西都是我們想放下去 希望這首歌的編曲帶到一些情感出來 想不到由環保議題變成和這個城市 甚至現在我們的感受是絲絲緊扣得那麼重要 再加上一個MV拍攝 MV的導演是… Yanny Yanny 如果未看的朋友當然可以看 或者我們現在講解一點點 其實畫面都是屬於這個城市 很像一個紀錄 很多鏡片 例如有雪糕車 有金魚街 有獅子山 你認得是香港人 尤其是我們是香港人 但當你有這麼多鏡片 作為導演的你 有什麼脈絡去剪接 或是你一定要的 首先我很感謝家姐 很心機地看我的MV 我很開心 因為觸碰到我 很開心 因為其實有很多 就是像家姐剛才所說的 其實我想在MV裡面 有很多 我們生活上很微細的東西 但可以帶到不同的故事 給不同的人 你看到不同的東西 但你可能理解的感受和感覺 是不一樣的 還有我有一點點想 其實我覺得現在我們身邊的事 很多時候都改變得很快 我就在想 其實就是 當它變得這麼快的時候 會不會在這個時候 我就是派這首歌的時候 我就給一個情形 現在我們生活的香港 或者我們生活的時候 你看到的情景有些什麼 我先記錄下來 可能不知道 可能明天 或者過了半年之後 那樣東西可能真的會沒有了 因為有些東西 其實我很想找到 我也找不到 例如 小時候可能我會吃巨星雪條 現在已經很難找 什麼來的 我不知道 我吃朱朱冰 或者以前有些雪條 可以拍開 媽條 我有吃過 但沒理由我和你一個年代 其實差不多 但是我會照顧 你可遇到 但是我會照顧 你用這條